哈喽 大家好 是爹小布 又收到粉丝的一个60伏的内部电源 说是自己维修过啊 然后呢 还是烧管子 这下我们就不能直接上爹了 拆开看一下什么情况 螺丝全部打掉 好的 拆开底壳 这个里边还放了一堆螺丝和垫片 看这个板子前级炸的是比较严重啊 看两端 都是有烧毁的痕迹 拆下板子 我们看一下这个管子呢 基本都是换过的 像烧成这个样子的底板呢 特别要注意 下边的铜箔要和上边的一定要连通啊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这一组 这两个管子呢 它是并连的 我们测一下它两个管子的 三级啊 这个是正常的 再测远级 没问题 先测了 这一组也是正常的 我们再来看这一组 支付胸大 不正常 测他们的远级 正常 像这种呢 有可能是瞳孔开路 也有可能是店主再次烧毁造成的 我们要进行修复 转过板子 测量这一边 也有这个问题 足以测量 每一组 并连值 三级 要是这个值就正常了 切一级呢 可以看出有明显的孤单 我们再来看一下后级的管子 足以测量 发现没有损坏 好了 最后呢 发现是同波问题 我们把它处理好之后呢 再来测量 发现导通子已经ok 接下来我们装回趋势的 厂相应管 这儿用的是if640啊 好了 焊好之后呢 我们对这个全部的管子啊 进行一个深度的清洁 防止漏电 正反面都要清洁啊 好了 完成之后 我们直接接入电源 上电 大家手机脑稳了啊 看到炸不炸 直接上 好 电流灯归零 没问题 没炸 直接开机 好 绿灯点亮 风扇运转 电流也不大 实测一下输出交流 咦 只有40伏 不正常 测量一下 直流高压 260伏正常 肯定 好 直接卸关机 我们用直流档测一下输出 发现输出端居然有一个直流电压值 不正常 应该是有管子挂的 没有测出来 接下来先放电啊 着重检查一下后继的管子 再次详细检查呢 发现 这两路低端管结实导通值不一致 这个0.5伏 好 这边我们应该翻过来测 是反面的 呃 1.1伏 不正常 正常应该两个导通值一致啊 高端的 我们看一下 无穷大 这边也是无穷大 没问题 OK 把导通值低的这边管子拆下来 再次载入车辆 仍然比较低 来开路测一下管子 没问题 这边管子是好的 好了 既然不是管子的问题 我们顺着下路找回来 一定是驱动电路有问题 经主义测量驱动电路上的二级管都没有问题 最终呢 发现是IC1有故障啊 IC1采用到的是TO494 我们看到90脚连在一起接地 那就是8脚和11脚输出了 测量11脚对地值0.7 再测量8脚对地值 已经短路 这两个输出脚正常应该是平衡的 接下来我们拆掉IC 更换一个新的试试 好了 取掉怀疑损坏的芯片 装上一颗全新的 好 装上前来我们最好再测一下八脚对地的值 正常了 如果还短路呢 我们找一下底板的原因啊 装回IC 接下来再装回没有损坏的管子 好了 装好之后 我们再次来测量两个低端管的导通值 1.4这边 再看另外一边 平衡 再次接住电源 直接开机 绿灯点亮 实测输出力量 好了 现在218稳定正常 电流没问题啊 接下来我们就探头 开机 看一下波形 好的 波形慢慢展宽 一切正常 最后我们能带上一个百字灯负载 直接上电 没问题啊 灯泡血量 好了 这样也来我们这台立别器这样是完美修复了 总结来说 这块板子前级的故障呢 我们要注意细节啊 然后这个后级故障呢 我们注意方法就能把它完美修复了 好的 最后有需要系统全面学习立别器维修了 你也可以看看主要也小王车啊 有详细的课程讲解 感谢大家收看